今天就是继续讲 Modules Packages 跟Namespace的部分 然后从这个 Dunderman这个开始说 不过今天感觉 我似乎没什么好讲 因为我没有 特别在 就是做一份很详细的笔记 所以这样直接讲可能 希望不会很混乱 但我觉得今天的内容 整体不算很难 只是可能就是要跟着 老师的那些 因为老师都会边讲 然后再边修改 跟边新增 然后去比较就是 不同指令 然后不同 就是比较它的差别 所以可能跟着去慢慢看 会比较知道整体在干嘛 不过就大概讲讲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小节是在讲这个 Dunderman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Dundername 然后可以来看它 你现在的 Dundername叫做什么 比如说现在这个档案 它就是 A1 好 它有动吗 它 等一下 它的结果 为什么 我看看 它为什么要给我一个 不正常的结果 哦 有了 对 就是这个 就是它就会是 嗯 我好像不应该从这个开始 好像应该从这个开始 就是可以看到这档案名称叫 Module1 .py 但是如果 直信的话会发现 它这里写的是 就是它的 Foundername会是这个 Dunderman 对 而不是写 Module1.py 这样 然后 对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不过 嗯 算了 我还是来讲讲 讲讲 过去曾经遇过的问题 好 就是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 呃 这个段落 算是 帮助我了解的 过去可能 很常看到的一些东西 但是 其实不太知道在干嘛 就是因为比如说 呃 我们都知道 Python 使用Python的原因 有一个好处是 有很多 别人写好的工具 可以拿来使用嘛 就是别人写好的 package 我们可以安装 然后 import进来使用 这些工具 但是 如果是一些 很主流的工具 比如说像 那样拍这种 很大的 Pandas这种 它可能 它的Document 都会写得很完整 写得 就是你可能 查 去查看一下 它的Document 就可以大概知道它在干嘛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小工具 或者是像 我们做 神经网路之类的东西 有些可能是 别人他们自己 呃 开发出来的一个 model 一个演算法 然后就拿去 就是写一写 然后发paper 然后可能有开源 但是他们的原始码 可能就不是 就是它的说明 可能不会写得那么完善 就变成如果你今天 有想要尝试 拿来使用的话 你就会需要去研究 它的code在写什么 不然就是会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拿来用 只是 有时候如果你想要修改什么 就会对不上 然后就会需要去看人家的原始码 然后可能看一看 发现 就是其实也是懂非懂 然后包括像 因为别人 那是别人写好的package 所以就会牵涉到 类似像这种 package的结构 然后module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看的这一大段 就是算是有帮助我 就是更了解这些内容 它的架构是怎么样子 然后包括你怎么样 import 然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有更进一步的熟悉 这样 然后这个 Dunder name这个呢 就详细老师上课讲了 然后我其实在很早刚 刚学python 就是很基础的时候 甚至比wilson老师的课都还基础 就是只学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 边学边才就开始用 就是也没有办法等你完全学的 多厉害 就是多多内容之后才能开始用 所以那时候就有曾经做过一个 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讲到非常详细的 但是因为毕竟也 好四年前对 但是可以大概讲一下 那时候遇到的问题 就是 大家或许 有稍微接触的话 或许会有听过 过去做机器学习的东西 你可能需要 找到你的 你可能要训练你的演算法 然后要找到你的 那些特征跟你要预测的东西 它之间的关联 然后反正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在材料领域里面 我们可能需要去选取特征 对 就是 关于怎么样选取特征 就是一个 一个可以研究的方向 当然现在已经 现在可能 这部分做的 大家做的比较少了 但过去刚开始的时候 这部分做了很多 然后就有一个套件 就是这一个 然后它里面就有 记录了 里面已经有很多 好就是综合了 收集了很多paper的方法 然后就是有好几种可以 取得 转成feature的方法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我就很快速的讲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会先去 串接一个资料库 然后去下载它的资料 所以会用API 来下载 然后 它其实叫API key 这个如果 对 有接触过 爬虫的话 可能会比较熟悉 然后 这里就是会去 写说 你要抓什么样的资料 比如说 呃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 但就是 元素 它会有元素的名称嘛 那我就可以说 我想要包含这些元素的 然后可能可以设定一些条件 然后我想要抓 什么样的特征下来 这样 然后抓下来之后呢 就 呃 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那个格式 就是存在一个list里面这样 然后这时候 再用这个 刚刚提到的那个 这个 这个就是从那个 转特征的那个进来 好 这边其实大概讲讲就好了 然后其实重点是 呃 我过去这一大串 其实就是放在我 这整个层次 可以看到我现在是放在这个里面 但我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放在整个 整个原本的这个 Python 档里面 然后因为 它转 转 feature 的 那个 工具 它套件本身有写的 可以平行化处理的东西 所以它似乎就会去 就是会反复的去 去抓 那个资料 然后 它就会产生问题 但我 现在可能 没有办法 及时的秀出 它的那个 error message 对 但可以 就是简单讲讲 就是反正 它就是牵涉到 平行化的处理的话 好像就会 呃 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呢 它就 我那时候找了之后 就发现 它要放到这里面之后 就可以 成功运行 然后那时候也完全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现在就是等于 就是 稍微了解了 就是这一个 就是在 指的是什么东西 这样 好 一个 小分享 虽然离大家可能 稍微遥远了一点 对 总而言之 这个小姐就是 在讲这个Dunderman 还有怎么样去使用它 就是 对 可以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去让它跑一些东西 这样 好 然后 下一个是 好 就是整个module的部分的回复 然后大部分就是 包含了上礼拜讲的内容 老师就是把它整个 呃 你import module的过程啊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整个详细的再讲一遍 然后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直接用import来 来引入一个module 那你当然也可以用这个importlib的 这个import module 把它引入进来 这样 然后 当你import之后呢 他第一件事情 就会先去检查 他有没有在这个sysmodules里面 就是他有没有把他的cash 已经 已经储存了 对 那 如果有的话 他就只是回传这个cash reference 这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就会先去找 他在哪里 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寻找 然后找完之后呢 就会把它load进来 对 他的loader 就是他有spec 可以看他是built-in的 或者是 其他的这样 然后 看一下还有什么reference 对 OK 然后他就是 载进来之后 然后会去compile 然后会去执行 对 上次也有看到就是 他你只要import那个module之后 其实他就会被执行了 就会看到 如果你在里面有写 一些print的statement的话 他就会被print出来 就会看到他 对 然后呢 他执行 他会被设定到这个namespace里面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那个module的thunderdit看到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他的global的这个namespace里面看到 这样 然后他的finder就是刚刚有讲到 就是可能有built-in的啊 然后有这个 这个pathfinder 对 那中间这个就没有 没有很详细的讲 就是大概讲一下 可能包含了一些 就是可能包含了哪些东西这样 对 但主要我们应该常用的会是built-in 跟尤其是这个pathfinder 应该会是最常看到的 对 然后 对 然后这个syspath就可以看到说 他到底会在哪些路径底下去 找到这些module 那如果都找不到的话呢 他就会跟你说 就是他找不到这样 OK 那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去看collections的underpath的话呢 就会给你看到这个 它在这个里面 然后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module的properties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是一个built-in的例子 就是这里是以math为例 那math的话 它的type当然就是一个module 然后它的spec就是会讲这样 可以看到它就是loader会是这个built-in的importer 然后origin就是说它是built-in 然后它的name当然就是math 然后package就会是一个空字串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package 它对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空字串 然后这个file呢 因为后面会跟那个package的地方会不一样 所以它这边有拿出来跟你说它没有这个attribute这样 OK 然后下一个是如果你今天不是built-in的module 而是一个standard library的话呢 这里是以fashion为例子 它就会是type一样是module 那spec的话就会看到它换了另外一个了 它换成这个 OK 然后origin呢 就会是它的位置 然后name一样就是它的名字 package是一个空字串 因为它一样并不是一个package 接下来是它的file OK 它的file就是它的档案的位置 对 哦 刚刚有点小讲错 这个file没有位置是因为它就是一个built-in的那个 它没有它的那个点py档的那个位置 对 OK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自己的module 所以这里是如果你是自己定义的一个module的话呢 那它一样type会是module 然后spec的话就是 一样是会去抓它的路径的这个origin会是它的所在的位置 然后name就是它的名字 那package一样会是一个空字串 然后file就是档案位置 然后 这里看一下 好这里算是一些总结 然后还有它的pass的位置 会是在这个或是这个两个 这都算是重复重复复习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package的部分 第一个是什么是package呢 那package它一样 它其实一样是module 但是module不一定是package 对 只是package一定是module 这样 那它可以包含module 也可以包含其他的package 就是它可以package包package这样 然后 它如果是package的话 它就会有这一个 它就会有underpass 那后面也会看到例子 对 所以这里也有特别再讲一次 如果它 underpass这个attribute 是空的 或者是没有的话 就会是module 那如果有值的话呢 它就会是一个package 然后 刚刚讲到了package 它其实也是module 那 就是对于python来说 它要怎么样去辨别 它到底是一般的module 还是一个package呢 那这边是把它拿来跟 file system做对应 那当然 package它不一定会 是像档案一样的形式 只是我们可能 通常会是 就把它写成档案这样 然后 它就会有 像品厂资料夹 然后里面包档案的那个 就是有阶层式的那个架构 所以 对它就是在 file system里面 然后 OK它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阶层式的 你可以用package pack1.module这样 然后这可能是就是一个package 包了一个subpackage 然后里面又有module这样 OK 然后 这个是在讲说 你要怎么样 import 这个 nested package 对 这个大家应该还算熟悉 只是 只是 它 你如果 打了这一行 之后呢 它并不是只有import module 1而已 因为 你要import module 1 首先你要知道 module 1在哪里 所以它事实上 它会先 importpack1 然后呢 再import 这个pack1 打pack1 1 然后再import 这一个 对 它会这样 一层一层下来 所以呢 它只要import之后 就会被放在 sys.module 里面 所以事实上 你的sys.module 会包含了 这三个 但是 你的namespace 它只会有pack1而已 也就是说 你import了 你打了这一行 import之后 接下来 你如果 需要用module 1的话 你直接打module 1 是会找不到东西的 因为它并不在你的namespace里面 对 你要打 一样要打什么pack1 打pack1 打module 1 才可以使用它 对 OK 然后 好 这边就是讲到说 你的package 如果你就是create 这个package 它的路径 跟我们的filesystem的 资料夹跟档案 就是去比对的话 其实它就是 想一下怎么讲 它其实主要就是在 资料夹底下 有这个档案 叫做 Thunder in its 的档案 它就会知道说 那一个资料夹 它事实上是 一个 package 对 那这个package 它的code 就是放在 放在这个 这个档案里面 它透过这种方式 去 去 分那个 package跟module 这样 所以这边就讲到说 如果你今天要 建一个package的话 你首先要先 create一个资料夹 然后它的名字 就会是这个package的名字 然后在这个资料夹底下呢 就有一个档案 是叫做这个 Thunder in its 的 的 的档案 那事实上 这个里面的code 因为刚刚讲到 package 是一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 它的那些code 其实就是放在这个 Thunder in its 的 档案里面 然后也同时 就是有这个档案 就是告诉Python说 这个是要讲 它现在是一个package 然后后面 其实也有讲到 如果你没有这个档的话 它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 这个 Namespace的package 对 在 比较后面的时候 有 大概 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 呃 开始举例说 如果你今天有个 这个package 比如说这里有个app 的那个 呃 底下有一个 这个pack1 然后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一个 这个Thunder in its 的档案 所以呢 这个pack1 它现在就是一个package 然后里面还有 module1跟module2 这样 那你如果import pack1的话呢 对 就像刚刚讲的 它的这个pack1的code 事实上就会在这个 in its Thunder in its 的档案里 然后 import进来之后 这个code 它就会被漏进来 然后会被执行 然后一样会被放到 sys.module一样 sys.module里面 对 所以这边就特别强调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module而已 对 只是它透过这种方式去 呃 做出这种阶层式的就是package里面可以包module 然后也让python知道它是一个package 然后呢这个pack1它就会被加到你的netspace里面 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去看它的这个thunderpack的话 的话就会发现它现在有这个资料夹的路径 因为如果它单纯只是一个module的话它是没有它是空的 对 但如果它现在是个package它就会是有这个资料夹路径 然后它的这个thunderfile的property呢 就会是这个thunderinEater的档案的路径这样 然后如果是再复杂一点 比如说像这个是一个package里面 有两个module 然后同时也还有再包一个package 那下面的这个package里面又有两个module 对 然后 好对它就是一层包一层 那这时候就是再来看它的这三个properties的话 就会看到说module它有thunderfile跟thunderpackage 然后thunderfile呢就会是 这个modulecode它所在的位置 然后这个thunderpackage就是这个package 它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modulecode它在哪一个package里面 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在package里面 对它就是在applicationroot ok 然后path的话它就会是package的那个资料夹的路径 直接看例子大概比较清楚 这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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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那个 刚刚刚的范例 然后可以看到如果它现在是长这样的话 然后一个一个来看它第一个module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来看它的thunderfile的话 所以如果你来看它的thunderfile的话 就会是这个module本身的路径 然后如果看它的thunderpackage的话 因为它不是package 所以它就没有 它就是notset 然后如果它的thunderpackage 因为它并没有在package里面 所以它会是一个空置串 然后如果是这个pack1 这一个package的话 它的thunderfile就会是它底下的那个module 的路径 就是这个代表pack1的这个module 然后如果是thunderpass的话 就会是 对就是这个这个路径 pack1这个路径 然后package的这个attribute 就会是看它在哪一个 看它在哪一个package底下 然后因为它在 它就是在就是它自己 所以它自己就是pack1这样 那如果是这个pack1.module1a 就是在这里 这个的话 一样thunderfile 就会是它自己的路径 然后这个thunderpass就是 因为它现在是module 所以它没有设定 然后最后一个 thunderpackage就是 会看它在哪一个package底下 它在pack1底下 所以会穿pack1 OK 希望我没有讲错 然后 接下来如果是pack1.pack11的话 也就是这一个 package底下的package 那档案一样就是这个 init的这个档 然后pass的话就会是 它 是一个package 好就是这个package的路径 然后这个就是看它在哪个package底下 就是它自己 然后这个就是pack1底下的pack1.1 底下的这个module 所以file一样就是 它那个module的档案 然后pass的话 它不是package 所以就没有 没有设 然后package的话就是看它在哪个package底下 所以就是会秀出它在哪个package底下 好整体就是这样 OK 然后 然后 这里是在看 如果你今天import了这个东西 那到底有什么会被load进来呢 如果你今天import的是pack1底下的pack1.1 底下的这个module 那你起码起码会import的有pack1.1 跟pack1.1 跟这个module 都会被import进来 而且会被夹到sister modules里面 但是你import这三个的同时 它这些module里面本身可能还有import其他东西 所以它有可能在这里有写到 它可能还会再import其他的module或package 就它如果有包含在里面的话 就会被放进来这样 好 那这里是实际举例 对 好 那这里就 这里就不说了 好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记得它这一个的范例 诶 这个的coding 它基本上就是 主要就是把这些内容 就是 就再讲一遍这样 只是就是有 实际的code 你可以去看它 里面是怎么样运行的 像它有pack1 里面有pack1.1 然后底下有它的 那就 这些 对 好 这 讲起来太混乱了 对 但 因为这个是 就是 是要打 那个 在comment line里面 在特别人里面打指令 下指令去看它那些 那些性质 但基本上就是跟 跟 那个 讲义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就 不多说 然后 再来是 为什么要用packing OK OK 这里就是讲到说 你可能 呃 有很多的 在你的程式里面 你可能有非常多的功能 想要做 比如说这里 具有非常多例子 有 有 资料库相关的 有一些使用者 什么相关的 然后 一些验证的 那 它里面可能包含了非常多的 function跟class 那 如果全部都要包在一个档案里面 当然一定非常复杂 那 要 管理维护 或是debug 什么的 也都有 就是 比较困难 所以呢 就会希望说 你可以用一些module 一开始可能用一些module 把它分开 可以把它相同功能的写在一起 那这时候你就会分成了很多module 但当然还可以再更进一步的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写成了这么多module的话 那你要使用 就表示 你要import很多很多个 而且如果你今天想要 把一些module再切分的更细啊 或者是你想要把一些相关的 它其实比如说像这个都跟安全性有关系 你想要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那这时候就可以再透过这种方式 就是 可以看到它就像是刚刚在讲package 它就是有阶层式的 就是 可能像 这个转档 Json档的 它可能有encoder decoder 就可以放在一起啊 然后跟安全性有关的就可以放在一起啊 然后user的 你可能就可以切成这个user跟user profile 就是 可以再去 让它的组织更清楚明了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会利用这个package的方式来做 所以就是 会利用这个package的方式来做 然后 嗯 两种不同的 呃 呃 期望 嗯 比如说像对于开发者 你可能会希望 每一个module可以简单一点 然后 就是可以把它切成很多小块 然后放到好几个不同的module里面 那对于使用者来说 他可能希望可以简单的import 那个function或class就好了 所以他希望看到简单的module 对 呃 就是开发者希望切很多个 然后使用者希望就是单一个 或是几个这样就好 对于他们想要使用的部分就好了 对 那到后面后面有去讲到说要怎么样做 然后 这里是在举例说 呃 如果你今天 开发者 你就是按照你 呃 的组织 然后把它切成了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一些package 然后包含了一些module这样子 那可能使用者他想要使用的function 在这个档案里面 在这个 然后他想要使用一个在这里面的class 那这时候呢 他 原本的import 他可能会需要写的很长 就是你要从这个mylib.submodule 然后去import一个function 然后又从这个mylib.subpack1 再从这个pack1mod2 然后import一个class 就是会很长 就是 使用者可能 就还得要了解你的结构 他才有办法 写出 这一串东西来 对 所以当然更简 对于使用者来说 更简单的是 希望可以写说 你从mylib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funk 跟class import出来 或者是甚至更简单的 他只要import这个mylib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这两个 这个function 跟这个class 所以这就是 从developer的观点跟user的观点 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来看这个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利用 就是刚刚有讲到 你在建package的时候 里面一定会有这个 thunderinit的档案 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设定说 你想要export什么 什么function 或什么class 给使用者来使用 所以这边的举例就是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一长串的东西 全部都放在init thunderinit里面 都放在这个档里面 这时候 user他只要importmylib 他就 因为他importmylib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会去 执行这个档案 因为他import了一个module import一个package 对他就会执行这个档案 然后他在执行这个档案的同时 他就会把这些东西都import进来了 所以代表说 你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那他就可以直接用 他就会这些myfunks 跟myclass 都已经会被放到你的 那些namespace 什么里面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对 那使用者 这时候就可以不用 不用去了解这些 这么复杂的结构 就可以使用这样 好 然后简单讲是这样 然后事实上 老师在那个 在那个接下来的影片 有讲到 就是结构化你的package 他就有去写了很多很多 你怎么样去 表示这个东西 他事实上在这个第八个 structuring package 什么东西 import里面 对 对 他就是可以看到在 就是他有好几种 帖的方式 然后包括他有在 inEats里面设定 然后还有这个相对位置的import 对 等等等等 对就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还有这个thunderode的使用 这样 都包含在这一节里面 对 然后这里是老师要举例 所以他是写了 他是写说 呃 你在这个thunder in it 除了去设定说你要怎么样export那些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在设定说他import了什么啊 然后跟到底有什么要秀出来 什么不秀出来 除了这个以外 他有说到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麻酒 所以当然你里面也可以写一些更 更多的一些函数 不过 这就有点看个人习惯 老师 他是说他的习惯是他不会在 他不会在这里写这些东西 当然他可以运作 只是 就 嗯 有时候会看到 但有时候就是通常都会是在 其他外面的档案 就是类似像是找 会写在外面 不会写在这个里面 对 把它收起来 ok 然后 这也是为什么要用package的总结 好 再来是这个 namespacepackages 这里是在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事实上 namespacepackage 它跟package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它并没有包含了这个 thunder in it的档案 不过 其实这里并没有详细讲 这里就算是小小介绍吧 那 有提到的是这个pack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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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总而言之在这里面 有更多的细节可以看 这样 然后 这里就提到说 比如说像 左边的这个架构 可以看到像 utils 里面 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 thunder in it 所以呢 它会是一个namespace的package 然后validators 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booling 它是一个答案 它是一个.py的答案 所以它就是一个module 那这个json 可以看到它底下是有 一个thunder in it的答案 所以它是一个regularpackage 然后最后这个 一样是一个.py的答案 所以是一个module 那透过 这些方式 就可以简单的辨别 它到底是 regularpackage 或者是namespace的package 或者是一般的module 对 然后 这是在比较 regularpackage 跟namespace package 然后从type上来说的话 它们两个 一样都是module 那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 有没有这个档案 有没有thunder in it 的这个档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thunder file 因为thunder file就是 会去秀出那个 比如说module 就会秀出那个module的答案 位置 路径 那如果是package 它就会 秀出这个路径 那刚刚讲到namespace package 没有thunder in it 这个档 所以呢它就并没有设定 这样 然后path 对 path还有什么 嗯 对 然后这边还有特别讲到就是 呃 比如说像这个 它也可以在zfile里面 那zfile在下一节 就会再讲到 然后这里就是举 实际的一个范例 比如说它的架构长相 长得像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utils 它就是一个namespace的package 然后这个common呢 因为有这个答案 所以它就是一个regularpackage 然后 刚刚有看到它的type 都是module 然后name 当然就是它们各自的名称 然后这个 donder 呃 呃 呃 这应该 这应该是representation的缩写 然后它就会是显示像这样 这就会告诉你它是一个namespace 然后这个会跟你说它在哪里 然后path的话 就会像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会是 它本身的路径 然后file 这就不会设定 然后这是donder in it的file 路径 那package的话就是 它们各自就是在各自的package里面 所以就是它们的名字这样子 但是可以看到如果是它底下的 比如说util下面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有个validators validators的package 它就会写在它 它在util.validator底下 那如果是这个的话 它就会写它在common.validator 对 好就是小小的区别 然后这里是在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样去import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包含了这个namespace package的话 嗯 不过看起来这里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不一样 我记得对 这边看起来是一样的 ok 就算就是 嗯 老师这边就算是介绍吧 就是说更详细的定义啊什么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再去看这个东西 对 然后最后是有讲到 zip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 啊 就是对压缩档 如果你今天有压缩档的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 import这个压缩档里面的档 而不用说什么 解压缩之后变成一般的档 然后再import 你其实可以直接import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import的话 它是会出错的 它会跟你说 他找不到这个module 对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要找module 他必须要在 他已经有设定的那几个module里面找 那他那个 呃 已经认识的那几个pass呢 它会存在sys.pass里面 那你可以把 你可以自己把这个 压缩档 append进去 在sys.pass里面 之后呢 他就可以找得到了 所以 当你import assist 然后跟把 压缩档的路径加进去之后 剩下的其实就是可以到 平常这样子运行 就可以执行了 好 这是今天的 呃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章节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 好 然后 就看有什么 问题或是有什么想要讨论的 或是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还蛮长 嗯 有时候是无无聊啦 有时候是有兴趣啦 然后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常会做做 就是 翻圆师 这种事情 所以就会去看 但有时候是有用到啦 然后就会去看说 比如说 我刚刚随便点一个就是 pandas 就可以去看说 他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 只是那时候就是 很常不知道在看什么 对 因为像 像pandas 他里面就写了一堆 一堆东西 当然这个 呃 通常也不会直接看这么大 通常是会看 这pandage里面的某 某个 嗯 我这边有办法 这边可能 太久没用了 go to reference 什么 也不是 反正就是可以去看他的那个 我之前会直接把他的那个 配 因为他 那些东西其实 你安装那个package之后 他其实都在你的电脑里面 上次也有讲到 他其实 你是找着 欸 也不是上次啊 这两次的内容 其实都有提到 他其实都在你的路径底下 所以你是可以找得到他们 然后我 之前就是会 会去翻说 他们在哪里 所以 之前 对于他们在哪里 这件事情 还算熟悉 但于 但对于里面在干嘛 就 不太知道 呃 比如我现在翻到了 诶 诶 我这里面没什么 诶 有side package ok 找个大家听过的 能拍 我用那个好了 嗯 比如说这就是 那派的原型 然后他里面就会包了很多 很多答案 跟 嗯 那派可能有点大 大到不知道从何说起 对 他里面就是长得 长得非常复杂 不知道在干嘛 但就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上课看到的东西 对 你看有没有拼 拼 拼益近人一点的 但我们好像平常都是从那派直接 拼拼进来 一时 一时 之间不知道从何早起 而瑞 对 反正 总而言之我过去常常做 做的东西 哦 还有一点是因为 有时候 可能你用别人写的package 就不是像这种大工具啊 就是一样一些小工具 然后 你可能 想要改一些东西 然后 符合你的需求 然后就会去 借别人的认识嘛 然后再自己做一些小修改 但不会 我自己通常不会直接改原识嘛 因为怕 呃就乱掉 所以我通常会抓一个 复制一个来自己做小修改 对 不过当然是有需求才会这样做 通常不会 不会特意乱改 对 大概是这样 好那 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就大概到这 然后 下礼拜 就休息了 对 6号跟13号 就 过年跟就是放假 所以 我们下次就是2月20号 再见 没错放假 然后如果有需要补 补上课的 也可以乘着时间 补一下前面 有缺的 哦 没放假 对啊 然后对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2月20号见了 好那今天就到这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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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拜拜 晚安 晚安 awk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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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